航母作为海军的最大象征力 已经成为各大国海军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相比较其他战舰而言 航母具备综合作战实力 世界上最大的航母拥有国美国正是凭借着 11艘强大航母而一直妄想征服世界海洋 尽管美军的想法有点不且实际 但是不得不承认 航母的战斗力和威势力确实很强大 所以航母对中国海军而言 是在比刑 专家表示 尽管这现在已经有两艘航母了 但是仍然不够 而且还不够先进 仍需要不断努力 可是美媒却认为中国航母之路走不远 他们认为 造航母和养航母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费用 中国承担不起 那么养航母到底有多贵 我们来看看一支美航母编队需要多少钱就知道呢 我们知道 一艘非核动力航母的造价 基本上都在50-60亿美元左右 如果再算上舰载机的费用 至少会超过100亿美元 而一支航母编队的组成远不止这些 还包括驱逐舰 补给舰以及攻击舰等等 这么算下来 一支完整的航母编队 其造价至少需要200亿美元 而且航母后期的养护费用更是高达数百亿美元 如果是核动力航母的话 费用还会更多 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航母 让人好生羡慕 但是近日美国媒体表示 航母的维护费用已经让美军费不负重担了 如果还不想出钱的办法 美国迟早会被拖垮 对此 美国军事专家也好心 劝中国别造航母了 太贵了 养不起 对此中国表示 不劳烦操心 钱我们有的是 航母是大国重器 我们不仅要造 而且还会多造 未来中国估计会建造六艘航母编队的海军战斗力 其中至少有两艘是核动力航母 养六艘航母 我们毫无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